欢迎光临 姚前书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瑋瑜 其实今天呢 我们要带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新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伴手里呢 现在已经出现了 是什么地方呢 其实就是在石定这个地方 因为大家过去可能对石定这个地方的这个豆腐呢 是有印象的 但是豆腐真正发展却是在这个深坑比较有名 大家会去深坑吃豆腐 在石定这个地方的豆腐呢 因为这个保存期限的问题啦 或者是它的这个特性的问题啊 往往都没有办法带回家 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到的这个是豆腐甜点的创始人呢 他把这些豆腐类的这个应用在甜点上面 希望呢 可以让这样的美味 让大家可以带回家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要欢迎的是陈龙峰 陈先生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初生你好 好厉害哦 为什么可以就是把豆腐发挥成这么多点子 对啊 这个真的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一个甜点 豆腐本身是一个很健康的 对 其实石定最有名就是皇帝殿跟豆腐 皇帝殿跟豆腐 对啊 我们从小时候啦 真的也不喜欢吃豆腐 小时候 你说小时候不喜欢吃豆腐嘛 对啊 做小孩的时候不需要吃豆腐 因为我们最近爱豆腐喔 当然很特别 就是有一种焦味 焦味 焦味味有吗 焦味味啊 所以我们小时候那个焦味更浓了 所以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就比较不爱吃 不爱吃 对啊 不过做这些豆腐甜点之前喔 其实陈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很厉害的甜点师傅 是 我做这一行做了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啊 小时候家里是在做什么的 父亲是矿工啊 就是做棉矿的 就是那个时候石定那个地方比较 就是新盛的产业是开采矿 矿石这些产业 矿石这一部分啊 那就慢慢七十年代六十年代 就已经慢慢落寞了 对啊 我们就是年轻人 小朋友也没有读什么书啦 然后就是十几岁就开始做学徒 就做甜点 去学甜点这样子 你做学徒做多久 做了三四年 三四年的时间 三四年就出塞啊 要做边啊 出塞的时候我们就回来 做边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 其实做甜点这一部分 再离开我们真正的做学徒 然后当兵回来 然后创造的是一种 另外的一种 西点的一种甜点 不一样 就是类似西饼 所以你那时候是到 好像是到那种食品营业去上班 对… 然后就去开发了这个西饼 西式的那种食品的 对… 我那时候是用手工做的 然后做… 因为它那一家店 知名度很高 所以它做下去 它的整个知名度出来 我们用手工是来不及的 所以在半年以后就用半四动 半四动 半手工 就机器化这样子 对…慢慢期待人工 对… 所以也很厉害耶 因为在这个 等于是那个时候 台湾本来传统是吃那种大拼 对… 那种的食品 对… 那拼米饭 对… 然后后来呢 在大概就是那一段时间 才开始说各家的这个西饼业 开始发展说 朝这个比较西式的饼干 小西点的精致来走 对… 像我们在做水土那时候 好… 我们现在那一家店已经没有了嘛 叫超群嘛 其实这一家店喔 在甜点业对我们台湾的贡献很大 就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知名的品牌 超群嘛 其实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喔 那个印象应该… 对… 应该五十年代 那个… 那个人应该印象很深啦 嗯…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一种很新型的 包括它的西式 包括它的蛋糕 我们现在我们那时候鞋的那个蛋糕 它不叫寸的 是用磅的 磅 一磅一磅一磅这样算 对 一磅的话是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八寸的 然后两磅的话可能就是十寸 对 那时候是用这样子来期待的 可是过去那个时候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 台湾人生日没有在吃蛋糕的 对不对 很少很少很少 真的很少 所以我们在做鞋徒那时候 很难啦 你要付出时间 说不定你要付出时间喔 那个师傅可能他不愿意交给你 所以我们在 我们乡下的人喔 就是比较耐力比较好一点 要比较耐操啦 那下班以后我们就是 师傅可能还在做更精致的蛋糕 因为那时候很流行的就是 那个就是领堂的 他是做那个塑膏七层十层那种 那种大蛋糕 所以我们就跟他留下来跟他讲 留下来我们帮你清桌子啊 就看他们怎么做怎么做 在旁边偷偷看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啦 不然那时候我们 学徒那一段时间喔 几乎整个半年喔 你根本摸不到什么 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啦 大部分都是洗盘子啦 擦铁盘啦 这个作为一些杂器杂包的比较好 对啊 仰臣爱的时代就是这样啊 对 不过后来又就是做了洗饼 开创洗饼之后喔 好像陈先生又到另外一家 对对对 也是这种蛋糕业在上班 然后那时候就开发了很多 像是艺术蛋糕慢慢慢慢就起来的 对那时候是八十年代吧 八十六年那一段时间 其实甜点这一部分喔 在八十年代那时候 我认为是我进步最多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我是住十定 然后要到桃园去上班 所以每天的通勤喔 差不多要三个多小时 你每天这样子通勤来回啊 通勤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所以那四年的时间喔 在车上喔 早上在车上 下班的时候在车上 那时候那时候在利用那个 那种空间喔 在思考我明天要做什么 一直在想新的东西 对一直在想一直在想 包括我明天要去开会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读书啊 不会讲话 所以你一直在车上 你就一直在模拟 你就觉得说 你自己一个自言自语 好好 創意蛋糕也是 大概那一段时间喔 让我学习到最多的 所以那时候在车上 那三四个小时喔 我认为是最珍贵的一段时间 所以有很多的创意蛋糕 都是在车上那时候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也要庆幸说 那个时候是因为是通勤的关系 所以今天才可以有这么多的创意 去做出这样的一个料理 甜点料理出来 是啊 是啊 但是后来在做完这个 也开创了第一波是喜饼嘛 后来呢开创了那个艺术蛋糕之后 对… 为什么会想说我要回到石定这个地方去 去做自己的事业呢 因为石定那个地方喔 我们从小到现在五十年的时间 我们是石定的 但是那个豆腐的话是我们在石定的一个 最热闹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家乡我们的故乡是往平溪方向 不同方向的 其实到石定喔 我们差不多十几年没有到石定 那个最热闹的地方 相公所那个地方起 没有 因为八十五年那一年 我们要换新的身份证 八十五年最后一天 就要去相公所 对 都要到相公所去换那个 附赠事务所去换那个身份证 我去了时候都感觉到 哇 石定怎么变得这么美啊 这么漂亮 一踏进到石定喔 就感觉到那种心情就很放松 然后放完身份证下来的时候 我们那个老街啊 石定老街 就看到了那个 那个什么 餐厅有吗 我们的餐厅 就是豆腐三吃 豆腐几吃几吃